那刚刚那一题的话 理论上 我们这个 其实就是 程式部分其实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啦 反正就是一个 一个变数 就串接嘛 串串串串串 然后这个是 那个阵列嘛 那这空的阵列就是要放 打勾的那些东西 那利用那个H 它里面有一个匿名 匿名的方法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实名方法 你可以给个方法 然后写在下面 跟我们之前那种写法一样 然后呢 会有个I I有个J 这个I的话是决定 从零开始嘛 所以它会抓到第一个 就把它丢进来 丢进来的东西呢 因为我要转成文字 不然的话 回来会是一个物件的 它那个元素的名称 会一堆东西 那一个串两个串 串完之后呢 把它tothit OK 然后呢 就把它再输出 那就OK了 其实逻辑没有很复杂 可是你会发现 只要有一个地方 不知道 刚刚班长 刚刚同学说 底下两行重打就好了 有同学说 空白拿 空白拿掉就好了 你这边吗 小不出来 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跟那个空白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 果真 所以这个空白 一定要留下来 OK 这个空白 可是左边的空白 跟右边的空白 所以这个空白 加上去 再跑一下 OK 就很容易就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空白 这个空白一定要留 因为有一些很顺手的 就打过去了 OK 好 要不然就是 有的时候就 会有一些范本 先留下来 然后做对的范本 拿来用一下 就比较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比对一下 还有什么地方 这个 这也是 同学细心 那还有 其他应该还OK 所以特别注意 反正 没几行 不过你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为什么我会先贴 那个图 主要是你要动手 因为你没有动手 你可能不知道说 原来 会有这么多细节 一个小地方不OK 就跑不出来 那再来请各位练习一下 就那个身高体重 这个 最后请你把它怎么样 变成那个BMI值 就是让它跳出什么 跳出那个 奇怪 让它跳出它那个BMI就对了 OK BMI把它跳出来 不过这个可能感觉好像太 太单调了 所以后面的部分 自己变化一下 BMI Google一下 都会有 很多的什么 哪个Range到哪个Range 应该是过胖过轻过瘦 反正这些东西 它标准 最好当然是可以把它改成 用图的方式秀 不过这个图 恐怕你这个REOUT 那个UP成的部分 我们本来是输出文字 有没有 输出一个文字的那个讯息 那如果说你要输出的是一个图的话 其实我们前面有做过还记得吧 有一个范例是 那个相簿 类似像相簿 有没有 按下相簿嘛 下一页下一页 那那个相簿不就会切换吗 那其实你可以拿那个 类似的显示图档那部分 就是用那个来改 就OK了 那这个BMI部分 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那最后还有一个是 CH8 5-2 其实这个也是 那个陈慧安那个书里面的范例 其实就是这样 我如果希望 做出一个效果 就是把刚刚前面的那个选项按钮 全部都集结在一起 那里面的话 应该是C这个吧 我改了一个 那就是说呢 让它怎么样 有好几个选项 包含就是说呢 有没有 看这个 改了好几个 8支 5支 C 还是J 可以让它 就是挑那个单选的 也可以挑打勾的 那最后呢 集结起来 输出一个 输出一个结果了 这个我再找一下 那请各位 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先把那个 刚刚BMI这一题 先试做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提到就是 做一个那个 类似的选课系统 这个也是 我们的书里面的 一个练习题了 那主要就是说 可以做出 第一个是选课课程 比如说有几种 像Java 然后HTML 这是单选 这个单选 前面有讲过 所以请各位就是把 单选跟复选 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 也许建一个 页面 然后上面 名称叫选课系统 然后可以让使用者 选择单选的课程 那单选课程的话 当然跳出来 我们也是用那个 选单式的 选其中一个 那第二个是选择的 就是程式语言 程式语言的话 点出来 我希望可以有多选的效果 比如说我今天 选了四个好了 OK 那这里比如说 C、C++、Java、C Sharp 然后Visual Basic 那最后我希望送出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 什么结果呢 选课结果冒号 就是它选了什么课程 选课的课程 就把这个的课程 把它加过来 不过加过来前面呢 最好加上它的编号 它的编号是第几个 1234 OK 那它是第二个课程 或者那语言编号 就是语言的部分 选择程式语言结果 把它怎么办 放到下面 它选哪一些 一样的方法 把它放在这边 一个一个的 加上逗点 把它显示出来 不过显示出来 后面呢 还可以刮糊 刮糊的话是index 前面好像没有 我们没有加上index 那其实 把那个刚刚的 这个练习题 试着 等于是说 把前面我们有 就是那个猜拳 其实上面 这个剪刀石头布 那这个是刚刚的 那个月份 它变成一个选课系统 我想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 稍微再变化一下 把前面的东西 回顾一下 全部凑在一起 其实这个应该 就可以做得出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逻辑是这样的 其实这些东西 不外乎就是将来 你要在手机上面 怎么样让使用者 很方便的去做 选取的动作 像那个 下一期 好像是1月16号选课 那也是这样 如果说 劳大率先用一个 什么APP的选课系统的话 那当然会 非常的前卫 不过这个恐怕需要 其实你说难 大家也有点难度 可是其实就是一种 怎么讲 一种创新 所以你只要 突然劳大有这种 APP的选课系统 那不得了了 其他大学都没有 这个APP的选课系统 劳大居然可以 有APP的选课系统 那显然 这个劳工大学对于什么呢 对于这个事情 是非常的重视 对 那当然至少会 让人家感觉到 这个 不过可能他就要 假设了 委托大家来做的话 对 这样的话 就非常有挑战性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选课系统 这部分该怎么做 这些城市都尽量兼顾 所以我要把它重新改写了 重新又改写 变成说我要把它改成 两个版本都可以通的啦 你改成新的改成旧都可以 那这样变成我要 多花一些时间去 去去去去去 check 不然的话贴上 当然每个人 大家很希望就是说 复制贴上就搞定了 是最好的 可是你要说真的 你要能够真的做到这一点 你还是要自己 多花一点时间啦 因为用怎么讲 这里面有太多的细节 可是其实最重要不是去 去记得什么 而是说因为你逻辑清楚 你要知道新旧版本的差异 将来最好就是两个版本 不管你用新版或用旧版 其实做出来结果都可以跑 那当然是最好的 不要有bug 所以特别注意 在他的那个书里面 你会发现他用表单元件 都有phone 刚刚同学 很多同学都问他phone 我前面有讲过啦 其实你用phone 表单元件 也可以做出手机的app 你用jQuery的表单元件 也可以做出来 不过我比较建议你 全部都把它改成jQuery的 不然的话会混在一起 很多东西你也搞不清楚 那到底这个是手机的还是这是网页的 会混在一起会搞不清楚 当然你有加个phone跟没加个phone 结果还是都能够执行 没有问题 不过我发现他有些书里面 因为我翻了好几本书 他有一些写法都不完全用jQuery 他有部分用javascript 有部分又用jQuery 那变成怎样 你变成乱掉了 所以变成尽量还是有一套 比较就是一脉相承 你不要突然这边用这个 一下用那个 那到两个虽然都可以通 可是最后会变成 你根本也搞不清楚 到底用哪一个是比较好的方式 所以尽量 所以我写来写去 尽量不要变化太大 反正我写一个 我就用by的 by的反正那个click click就是执行某个方法 那执行某个方法 帮我显示在output里面 反正我们转一转去 先这些可以跑 那如果你等到你有时间的话 你再自己再去改写一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不外物就是说 我把它分割出来 那我特别注意 我第一个 我用的版本 还是用1.0的版本 所以这边的话 我用的是1.0的版本 当然你未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自己再去升级成 1.45的版本 反正多多了解 新旧版本之间的差异 我觉得这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 现在因为JK Mobile 我觉得它还在变化当中 而且它还在有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这些还是稍微注意一下 不过我练习尽量 我用我们现在这个版本 将来你可以自己再去更改 第一个版本的问题 那如果你要更改成新的版本 你可以到云端白板里面找一下 我们好像有 有那个可以即可贴的 贴上去就变新版 拿掉一变旧版 你要新版旧版 反正切来切去而已 只是说这东西太花时间了 做下来 你光要把这些东西弄出来 就要不断的去try 像刚刚同学 那个班长的那个问题 最后他得到一个结论是 重新建一个新的网站 重新再建一个新的 新的HTML5的档案 然后重新再撰写程式 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 不是 所以好还是能够真的找到 那个问题的点 不然的话 总不可能每一次又砍掉重练 砍掉重练吧 不过当然没有办法 如果说你对于这东西 还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的话 砍掉重练 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是最好的方案 不然的话你一直在那边撞墙 一直撞墙 一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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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不出来 OK 不然的话就是把我云端的sauce 不过我刚刚云端sauce 只有贴一部分 我如果全贴 你们应该可以跑得出来 全贴 或许你可以再比对看看 会不会有其他 因为这里牵涉到的可能不只是sauce 会不会有可能是你的那个UI 那个有没有 表单元件那地方 可能你命名方式 会不会可能名称 跟我命名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你抓到的东西 也会是空的 不会 因为我有确认过 OK 反正这只是一个方向 因为抓不到东西 那理论上这个 这个 不过班长应该有很多的除错经验才对 所以很懂的 用align 一直align出来 可是align就是空的 那就没有办法了 好 所以第一个 那我们表单里面做什么 第一个 请你一样嘛 就插入一个那个 一个 一个 页面 这个页面里面的话 不外乎就是 有页首 页尾 所以这边的话 我这边已经有插入一个 所以 理论上 我看这边 反正就插入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 上面我是有一个 有一个 名称我叫做home 好了 然后呢 只有页首 没有页尾 按个确定 所以你会发现我的页首 这里面 就是这个 里面放一个选客系统 那 里面的content里面放什么 content里面的话 就放一个那个 中间就是很简单 选客名 选客 选择 选择 课程 那课程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这几项 那你 你自己 如果你不知道要选什么 你反正就是随便打几个嘛 我们这边有选客单嘛 你随便自己创一下 不一定要跟我的一模一样 那 这个是单选 所以单选的话 记得我们是用那个 也是一样下拉清单 用那个选单这个 我不是用那个 就是 那个什么 radio 因为radio 其实有时候反而难用 我反而用来用去 我还是最喜欢用 选单 因为它可以单选 也可以复选 按下去 跳出来 感觉其实跟那个 我们 Android Studio之前用过 那个 什么 Spinner 还蛮像的 跳出来 也可以单选 也可以复选 那单选的话 当然 前提就是说 你这个点下去 里面我大概改了几个地方 选单 那没有允许多选 可是我的选取的名称 有没有 我是用什么 Course 所以这边有Course的名称 其实它会自动 如果我这边加了一个 那个 选取的名称叫Course 所以它的select name 是Course id 也是Course 然后呢 主要 就是 主要是ID 它抓的话 是抓ID 但是Name的话 当然它会自动 顺便产生 所以 我有砍掉过 不过 我不代表说将来 会不会这个地方 会不会用到 好 不过就把它留下 select name 等于Course ID也是Course 对 然后呢 最后记得就是说 你跳出来那个menu 如果不是像那个 有没有 旧版的只是一个小小的 那记得把它的data 有没有 那个nature menu 等于Fourse 其实最简单的 这边点一下 然后点这个标签里面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data nature menu 等于Fourse 就好了 这个前面都讲过了 只是做个复习 然后今天 再来就是这个是单选 所以你把那个项目 分别把它加在这个清单值里面 这个 前面是加上那个 项目的标签 后面记得也要加值 那值的话是1234 因为将来就是抓 它会抓到哪一个 然后告诉你1234 index 那再来底下这个 顶多就是 改为清单 特别之后 刚刚之前是选单 现在改为清单 下面那一个 然后允许多选 允许多重这个 把它把它加一下 然后 OK 好 那这边改完之后 最后就是多一个按钮 是送出了 送出那你可以用button 那我的习惯是用之前的方法 就是说 先打个送出 选取之后呢 把它的 什么呢 这边data rule改成button 然后超连结加一个锦 那这边inline 这个是不是要不要跟它一样等长 那如果是要的话就true 那要不要加icon 其实这个当然其他变化可以自己加 那做完之后呢 显示出来各位可以看到 就类似像这样子 这边会是单选的 所以跳出来 长这样子 看你要选哪一个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时间多一点的同学 把这个通通打一打 电脑课这么多 不过可能要多一个老师 老师跟哪个课程 可以选嘛 选完之后呢 选择课程 不过这样感觉好像有些重复了 是不是上面可以选择 星期几 不过这样还要再判断说星期几 带哪一个资料过来 那要更复杂 没关系你自己再想想看 只是一个 然后呢 选择语言 你要选哪一个语言 这个 这个 OK 选完之后叉叉 单选多选按送出 选课结果 把这个 他是位置是第三个 把前面先给他一个编号 再把这个名称带过来 所以当后面的程式部分 前面都讲过了 你可以自己再想想看 怎么去做 课程的编号 语言编 语言 应该是语言编号 或者语言什么 然后把 这个多选的部分呢 也顺便带过来 大概就这样子 把这边带过来 这个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menu部分 试一下 那我刚刚已经有把那个 我完成的画面 刚刚这个 选科系统练习 我做的 给各位参考 程式的部分也上来了 不过是一个图档 请各位试一下 其实说真的也没有几行 但是你要全部把它做完 没错误 其实好像比想象中 还来的稍微困难一点点 尤其是程式的部分 没办法 往后如果你要做一些 比较复杂的应用 它的逻辑一定也都是这样子 反正就是一个UI 然后程式怎么撰写 UI 程式怎么撰写 再来就牵涉到说 程式写完之后 选课也选完了 那当然你要把 对方选的课程 要记下来 所以记录的部分的话 就是等一下 后面要讲的 Local Storage 跟那个 SQL 那个 SQL Web SQL Database 当然你可以把它存 不过 Local Storage 它的存的东西 只有两个栏位 Key跟Value 就是一个Key 哪一个编号 Value就存什么东西 两个栏位 那如果你有两个栏位以上的话 可能用Local Storage 就不太恰当 因为它没办法存 两个以上栏位 除非用Jetson 就是在Value里面放个Jetson 你就可以多放几个栏位 但是好像也是全 就是顶多再多放个两三个吧 所以如果说你有大量的栏位的话 很多栏 那你可能就是用Database 那Database 当然还有分成 所谓的Local 端的Database 就是我们要先讲的 再来就是远端的 制服器端的Database 通常那个Local端 就是使用者端所储存的资料 那当然如果将来你要把这个资料 再跟制服器端做沟通的话 那这个当然你就是要再丢到远端去 把这个资料存上去 那这个也是后面我们要再讲的部分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那个选客的部分 再试着做做看